说到好色,很多人第一感觉肯定是男人 其实爱美之人的天性,至古以来就有女人好色 历史上最典型的就是潘金莲 好色并不是男人的专利 只是因为很多女人天性害羞 碍于面子,比起男人的直接 女人们往往羞于其次 喜欢把好色的本子隐藏起来 一般来说这三种女人最好色 很多男人招架不住 劝你最好是走多远就走多远 否则你的后果会很惨哟 一,太虚荣的女人 这类女人接近你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让你付出 你如果一直宠着她,满足她 她就会跟着你 一旦你满足不了她 她就像胃不熟的狼,说翻脸就翻脸 早晚回头咬你一口 二,总喜欢留恋在男人之间的女人 这类女人情势往往很丰富 也正因为如此 她们对待感情很轻浮 对男人感情只停留在肉体接触上 不容易被打动 她们喜欢聊各种陌生男人 主动留给她们联系方式 因为她们喜欢那种被男人追捧的感觉 只要是对她有意识的 她都是来者不拒 这类型的女人才是最好色的 三,穿着暴露的女人 这类女人懂得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 穿着性感暴露 再加上浓妆艳抹 很容易让男人对她死心塌地 她们对男人了如指掌 懂得男人最喜欢什么 还喜欢玩玉琴故纵 对你若即若离忽冷忽热 让你离不开她 别上当 你只是她们空虚寂寞冷的时候 排遣工具而已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一定要慎重 虽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资 但是好色的女人真的不能碰 男人们一定要记住 以上三种女人 哪怕你再喜欢 也不要去招惹 她们就像一朵毒玫瑰 让你欲罢不能 到最后人才两空 谢谢大家